宁波14岁世界冠军陈于协100米快过格曼旗 200米爆出无人区 11月11日学青会继续火热举行 就在上午的时候 来自浙江宁波的陈于协 在拿到初中女子百米冠军之后 立刻参加了200米的比赛 在这场预赛中陈于协在第8道的位置 同样来自浙江的蓝金金位于第3道的位置 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吧 刚开始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 因为陈于协是在第8道完全看不见对手的位置 只能看出陈于协稍稍领先 来到直道后 陈于协展现出恐怖实力 直接冲了出去 完全没有人能跟得上 最终在最后有点放的情况下 陈于协跑出了23秒62 这距离他最好成绩只差0.01秒 如果12号的200米决赛 陈于协能在一个无语的跑道 不防水的跑 他能再一次突破自己吗 在陈于协之外 还有一位小将 值得注意 他就是蓝金金 这位小辈人预赛跑出了23秒93 他还是女子百米的亚军 又强悍的14岁陈于协在 这个小姑娘已经连续打破两次个人BP 这或许就是对手存在的意义吧 陈于协这一次女子百米决赛的表现 甚至比大学组冠军格曼奇都要快 这个表现简直惊呆了大家 陈于协是一直在进步的天才选手 他还在今年的世界优势五天竞锦标赛中 拿进了女子百米和200米两项世界冠军 他会不会是未来的中国短跑一姐呢 视频到此就结束 如果你喜欢的话 点赞评论关注都是最好的支持 这对我真的真的很重要 中华儿女多奇志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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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